看下这个是我们的降水井所在的位置 下面呢已经是用石子把它给填平了 但是呢它不影响我们的这个施工牌降水 那边啊依然有这个水在我这边流 因为它是石子嘛 石子石井之间是有横隙的 它可以继续往这个井管里面去渗水 然后如果说这个面上有水的话呢 它直接就可以这个抽水就行了 那边一个小挖机 它正在对这个机配碎石找平 那个机水井那片呢 还有电梯井那片 已经是挖到底了 然后呢接下来呢 就是要进行这个酸胎膜的气柱了 我们现在用的来是自拍杆 加上这个苹果手机 之前有用苹果手机 那个家里人用的 结果掉水里了 后来给它这个修了之后呢 信号不是很好 但是拍照的话呢 性能还不错 那个啊 屏幕中间那个挖机 那个正在是在挖土 他要把这个主楼下边的这个 给它向下降 只有主楼的位置呢 它是比副楼的位置要深 所以说呢 他得把这个周围啊 给它轮廓挖出来 然后中间的进入一个挖土 层幕正中间那边有几个啊 甲方的人正在对这个主楼的轮廓 正在早点放线 撒线撒白线 然后呢 好让这个挖机去挖这个轮廓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装载机 正在对这边的二号楼 二号楼 它这个土已经是挖到位了 然后呢 它是先把这个给它 击配碎石给它铺到这 然后呢 下一步工序呢 就是一边给它找平 一边呢 同时呢 这边要破装头 我们刚才看的啊 就是我们这个屏幕的左边是一号楼 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二号楼 再往前面走 就是啊 一系列排序 我们的丢栋楼 这个图子呢 已经是有最新版的图子了 如果你有兴趣 或者说不是兴趣 是必须要再学习 我们这道教程必须要配一套的图子来看 来学习 要看他前面的这个设计总说明啊 看他的这个意图 以及那的每一个响点图子是怎么说的 怎么要求的 他说呢 是 Pu 개 是 Horror 看看 butter 的 ho 水 oct 你想要 怎么觉得 你 低压是顶板的高度 到时候再往上起的话 下距离就行 所以我们我那句不是讲的吗 多放几个五米 要么我们下午 到三点钟四点钟以后 两块点我们下来 我担心他过两天他又变了 有变了 我们又摆忙活了 他变我们肥做变 好啊 好 这是我们熟悉现在来 就完了 我们怎么搞 就这样过去还是 走上面吧 好像谁说过一句话 说世界最大的规律 就是最不变的规律 就是一直在变 敢一是敢去说的 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 我们这个视频就先到这了 然后根据最新的图子啊 根据最新的这个图子 然后呢 我们地下室顶板的标高要比这个1302往下要下降25公分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啊 就是以这个点为标准往下降25公分 就是1301.75公分 刚才我说的啊 如果再出新图子怎么办呢 然后呢 我们同时说啊 再出新的 我们继续再放 刚才就说嘛 啊 啊 世间最大的一个规律呢 就是啊 嗯 最不变的规律就是一直在变 这东西有点绕啊 啊 我是消控仓 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了 我的微信和手机号13949027024 加我的手机号 pytor 作词